这位呢也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是谁呢 这次被封锁的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 理由是什么呢 当然不外乎就是又散布了有关疫情的虚假讯息 那马杜洛他24号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种药水 神奇的药水 宣称是一种口服荣疫 那其实已经在他们当地卡拉卡斯的医院中 对新冠患者来进行试验 那马杜洛就说了 这款药水经过9个月的研究 对重症患者还有需要插管的病人都是有疗效 不过脸书啊跳出来啦 就表示说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 相关的一些报告啊公告 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以完全来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所以呢等于马杜洛这个发文呢 等于就是在散布关于疫情的虚假讯息 并且就宣布要封锁马杜洛的账号30天 那当然委内瑞拉当地就不开心啦 他们的资讯部在28号的时候就在声明当中 像脸书来发起了抗议说 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些跨国的企业正在搞数位集权 想要把他们的规定啊 凌驾在世界各国的头上 但是其实呢好 委内瑞拉里面呢有很多的专家 其实他们都指出了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是能够证明 马杜洛提到的这一款神奇的药物 对新冠病毒具有任何程度的治疗效果 所以呢等于啊他们的专家是打脸了自家的总统 而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抗议到目前为止 其实脸书都是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的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到疫情层面的新闻 其实俄罗斯的史普尼克5号疫苗 开发商29号是表示了已经和大陆的厂商达成协议 将从5月开始在大陆要生产6000多万剂的史普尼克5号疫苗 那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RDIF就表示了 这些分两剂施打的疫苗数量将会足够给 提供给大约是3000万人来接种 并且他们还说疫苗将在5月就要开始大量的来生产 那俄罗斯是表示了 与深圳原新基因技术公司合作 就是能够增加提供一些额外数量的疫苗的能力 因为他们看到了现在其实全球 对俄罗斯的史普尼克5号疫苗的需求 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呢 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还有大陆的疫苗 都是抱有这个怀疑的 觉得他们好像做的试验是不够多的 也指责说呢 北京和莫斯科是利用疫苗 来要赢得一些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样的工具 不过呢 俄罗斯和大陆都是否认这样的说法 并且他们是反控西方国家 你们囤积疫苗 其实对其他比较贫穷的国家 造成的伤害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不管怎样呢 其实各国现在都是非常需要疫苗的 就是来帮助我自己国家内 可以进一步的解封 那也有望边境解封 我们就看到的是英国首相强森 他就宣布了当地时间29号开始呢 将会初步的松绑居家封锁令 那这也是将近三个月以来 民众呢可以在户外进行六人以下的聚会活动 甚至两个家庭呢 也开始有一些往来有一些互动了 那至于一些户外的运动 设施像是游泳池啊 网球场 篮球场 现在呢也都可以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 民众可以回来重新使用 那另外其实英国的政府也打算 从4月12号开始 要开放民众到露天的酒吧来喝酒了 那以及呢 理法厅等一些非必要的零售业 都是可以来重新开幕 不过啊一些室内的娱乐场所 至少还要等到5月17号 才有可能重新开放 但是啊其实他们也提醒了 欧洲的疫情并没有趋缓 确诊的人数仍然是持续的攀升 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法国的疫情 就是相当严重 那科学家就警告了 现在又有新的变种病毒 不断的一直在出现 所以是强森 也向全国的人民来呼吁 在必须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谨慎 因为新的变种病毒啊 他们不断的威胁到疫苗接种的计划 那即便现在政策松绑 带来了许多的便利 但是民众还是要遵守一些规定 像是呢要注重啊 这个手部啊脸部啊 这些消毒的防疫 以及呢也要赶快的来接种疫苗 同样在解封呢 还有亚洲的日本啊 日本全面的解除了 紧急事态宣言已经一个礼拜了 但是其实各地新增的确诊率呢 跟欧洲一样是不断的在攀升 像是我们看到东京都啊 每周平均就新增的病例数 以及呢大阪府一周新增的病例数 都已经超过了去年夏天 他们第二波疫情的高峰了 所以等于现在是不是又迎来另一个新的高峰期呢 另外啊像是呢 工程县啊山形县还有爱原县等等 这些地区也因为他们的病例数是急速的增加 其实各自都已经发布了这个县级 就是他们自己那个县内的紧急事态宣言 那爱原县的知识啊 这个中春史广还认为说呢 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第四波的疫情 那到底为什么疫情又会突然这样一瞬间大爆发呢 好日本当局就认为可能啊 因为现在真的是进入了赏花期哦 而且呢现在好三四月的时候呢 日本其实在举办一些欢送会啊 或是欢迎会这样的季节 所以才会导致各地啊 这个疫情是慢慢的又回温了 而且啊在冲绳县最近一个礼拜的每10万人 新增的病例数是达到了30.71例哦 是全日本第二多的地区仅次于工程县 那冲绳县已经再度的呼吁民众要克制外出 缩短了餐厅的营业时间 那因为呢 其他们最近在餐厅被传染的病例数增加是蛮多的哦 那冲绳县也将从4月11号开始 要针对纳坝市的闹区内的一些餐厅 要提供给员工一些免费的核酸检验 希望呢可以赶快的控制住疫情 那日本呢也有很多的专家是表示 其实现在出现了第四波疫情的预兆 还有人说呢如果放着不管的话呢 日本真的是很有可能就要进到了第四波疫情 不顾关久的其实大家当然就是 闷坏了你真的很难忍住不出门 所以当局目前也只能警告民众 外出呢一定要请洗手消毒 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而且呼吁民众赶快去施打疫苗 就是要确保不会真的爆发第四波疫情 因为如果爆发的话很有可能势必又会影响到东京奥运 以上就这里的全球大小事提供给您 好但是呢大家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还有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个是中天新开张的频道 等于就是我们的国际频道 请大家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要怎么找呢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一栏频道 精选第二个logo 就是全球大视野的频道 那点击进入我们的首页 在画面的右上方有一个订阅按键 点下去再开启小铃铛 就完成了订阅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浏览 我们频道内的影片 记得看完之后 在影片的下方按赞留言 或是帮其他正面的留言按赞 都能够帮助中天